萬性疾病如果不能早發現早治療 一旦病情惡化甚至引起併發症 公營醫院就會不勝負荷 我們必須作出改革才能真正做到 不僅長一點命更加要遲一點病 政府星期一公布基層醫療健康藍圖 明年第二、第三季推出萬性疾病共同治理計劃 第一個階段會先資助糖尿病和高血壓患者 找私家醫生治理萬性疾病 不過資助額就有待公布 其實收費我們現在還在計劃的階段 我們會參考以往的經驗 包括之前做過一個所謂的基層醫療 公私營協助計劃做了一個參考 另外也要視乎市場情況如何 以及會與業界磋商 李夏欣也強調計劃並不是指在分流病人 其實整個萬性疾病共同治理計劃 我們不是想分離現在的病人 我們想早點找到一些現在 不知道自己是病人的病人出來的 所以就不是一個分離的意思 其實我們只是希望市民多點意識到自己身體的狀況 完成了 那麼既然我們是在中間的距離 我們是在中間的距離 又是在中間的距離